水滴,折射生活无限精彩 暑假开始的第二天 我们就开车前往了两个月前就定好的露营地 位于温哥华东北方向600多公里的Herald省力公园 我们会和朋友一家在这里住上三晚 还会探望BC省的一个宝藏公园 由BC最美的瀑布公园之称的Wales Gray Provincial Park 我们开了六个小时车 一路上风景特别美 湖泊、溪流、峡谷、田园风光 仿佛一幅美丽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我们的营地就在湖边的小溪旁的树林里 Campsite很大 两个Campsite有树隔着 Privacy很好 这个营地的设施也很好 有热水淋浴间 卫生街有冲水马桶 而且都非常干净 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大帐篷的老手了 搭好帐篷后 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冲向营地旁的湖边 玩起了Support和kayak 晚上吃完丰盛的火锅和烧烤 我们围坐在篝火边聊天 烤棉花糖 喝完狼人沙 这个营地附近有许多可以hiking的小trails 第二天我们先在营地旁的小溪玩水 然后走了一条通往一个瀑布的trail 这天正好是Canada Day 加拿大国庆日 一路上大家都互到Happy Canada Day 第三天我们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 来到被称为BC省最美的瀑布公园的 Wells Gray Provincial Park 探访藏在森林里的瀑布群 这里350万年前有不少火山爆发 形成了许多火山熔岩 经过冰河时期的青石 形成了美丽的峡谷和瀑布 这个公园是BC省第三大的省域公园 有40多处瀑布 我们一口气看了三个风格迥异的瀑布 这个是Homken瀑布 它落差有141米 从从蓝叠催的山谷中空涌而出 气势如虹 十分壮观 是加拿大第四大瀑布 这个跨度近百米 号称迷你明亚加拉的Dawson Boss 站在它旁边 白白的水花时不时打到我们身上 不由被它磅礴壮阔的气势所震撼 这个被悬崖峭壁包围的Spahat瀑布 从岩壁缝隙中冲出 飞流直下 在流向峡谷的深处 老爸急性不失一手 分有御马下雪山 跑尖跳石跨万难 纵身一跃破壁出 淫坠淫烟不复还 这里的瀑布虽然很美 但我一定要提醒来这儿玩的朋友们 一定要带防蚊液 因为这里的蚊子巨多 四天三晚的camping trip很快结束了 我们意犹未尽 期待下个月的Okanaga Lake的露营之旅 小雪滴这是生活无限精彩 我线炉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